你比如说中国古代人 就讲人 你比如诸葛亮 叫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后来我想 那不就是爱因斯坦吗 就是说你认识到了这个科学的规律 哎呦这个这个爱因斯坦死后 我觉得他在哪也偷笑啊 就是说我说了 这个光从这儿到这儿 他会弯曲 多少年之后 证明一点儿不假 爱因斯坦这样的人 如果是在古代 那就是天师啊 那就是决胜千里 告诉你什么时候日识就日识 告诉你什么时候 如果从科学界来讲 爱因斯坦真的是一个 仅靠推演 用数学的方法来论证了很多 我们以前没有办法去想的事情 爱因斯坦生在1879年 1905年的时候写起来相对论 那年他才26岁 26岁 四篇文章 就把E等于MC的评划给推出来了 他就是一个管专利的 这样一个小小事务员 对专利局的 他最牛的就是写 引力波嘛 就是预测了引力波的发现 我们真正看到引力波 已经是2016年的事情了 那是因为工具大了 就是你的工具够了 他所预测的很多的定律 指导人类又往前走了好多步 那你说爱因斯坦的DNA跟我们 对对对 我跟他想到一样的问题 他的大脑不是 那能不能拿来做研究 没有什么特别 来改变这个人类的DNA的总库 对不对 我们先想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 就是您刚才说的爱因斯坦大脑 大家都认为爱因斯坦大脑大 后来死后 他真的被解化了 还小 他还小 对没有什么特别 没有特别 所以他的 我们还小呢 比正常人 我们大概承认的大脑 1400个立方厘米 CC 我们一般用豪生 我们去理解 女性的会小一点 因为头大头小 这是个气质的问题 但没有说女性笨 男性和女性智商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这得说 只是在不同的点 我以为女的比较聪明 这更会说话 你的感觉是谁 我还是要用这个 这不是政治正确 这是真实证明 男性和女性之间 大脑上在结构上的差异 仅仅是体积上小了11% 那个就跟体型的差别一样 而且较强壮的男性 比头较大的男性 比头较小的男性 也差这么多 就证明 大脑是没有性别二态型的 不会因为性别 产生两种状态 叫性别二态型 这是一个定论 这不是一个 那么这个大小 跟它的功能 也没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因为I4男的大脑 也证明小一些 那这一点是不是说明 就是传统所谓的 男性气质 女性气质 基本可以认为是 后天社会文化环境 我相信是 影响到 比如说很多人就认为 女性这个数学不好 方向感不好 其实都不是 在女性都能找到相反的证据 这个更多的是被暗示了 对对对 是被暗示了 就像星座 这个网上存不存在呢 其实更多的是被暗示了 就是您在上一集提到一个 我觉得还没展开说说的 这个真的是 未来必须要考虑的 一个伦理问题 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定制 定制人类 仅从可能性上 科技的可能性 纯技术的角度来讲 我们这么讲 我可以在今天的技术下 定制任何一个 定制序列的人类 但它的功能我预制不了 就比如说31个剪辑 你说怎么排 我可能给你可以都合成出来 但这个孩子 能不能按照你的预期 发展成那个样子 比如说打篮球超过姚明 比如说脸就像哪个明星 这个事我们做不到 无法设计 不是能不能制成 就比方说它的肝啊胃啊 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 是最理想的 不太大不太小 去掉一些疾病的可能 脚的大小 身体的这个比例 这些可以做成一个 比较理想的 今天还做不到 还做不到 但是技术来讲 这个事情应该说 迟早会有 是有可行性的 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大家今天研究的 比较透彻的是酵母 酵母就是我们酿酒的酵母 蒸馒头 蒸馒头 现在酵母不仅仅能蒸馒头了 比如说这个 这是番茄对吧 我们以前一直 刚才还是精子呢 就是番茄了 一直讨论这个番茄红素 比如说咱们喝红酒 要白利卢醇 这些以前 要从葡萄 要从番茄里做 现在不用让酵母表达 让酵母直接表达 最典型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就是青蒿素 青蒿素不是从黄蒿里提出来的 青蒿素是从酵母里表达出来的 就是很多必需品 不是从它最早的典材料里 不是从生物质来 你要什么成分 我只要那个成分 因为基因是一样的 我曾经算了一个账 你把澳门都种上黄蒿 就是产生青蒿素的原料 所能供应的青蒿素 仅仅相当于 就这么桌子这么大小 一个发酵罐 养酵母供应的量是一样的 生物制造 酵母现在能表达什么 表达抗体 表达白蛋白 可以替代我们人类以前 只有现血才能拿到的成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是比较积极的 纯粹的好的 生物工程类层面上讲 对一个人类的定制 像您刚才讲的 要求这么做 技术上的确有可行性 但实际上很难做得到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你说的 摁了葫芦起了瓢 你不知道调了这个 那个会怎么变 而且这个试错成本 就跟转世轮回一样 只有一次机会 对 这个基因的秘密 其实就跟咱们现在讲 大数据一样 它要普惠 这个地方就体现 某种人类价值观 你绝对不能将来变成说 你有钱 你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基因 或者你就对自己 可以做一个比较优化 没钱的人 那就只能比你越来越蠢 越来越弱 我特别赞同这个观点 我经常说 不能把精准医学 变成精英医学 有钱的人 有钱的人就可以肆意享受 记录红利 换言之 死亡是最公平的程序 死亡是最公平的程序 死亡才使得 让下一代有机会 替代上一代的生态位 我觉得基因科学 就会有可能会改变 这个 你这个是一个人为的认识 或者说是目前表面上 大家的一个认可 但是总有人从自私的基因的原理 来打破这个 我曾经跟很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是从永生开始的 我知不知是永生 对吧 我说我肯定反对永生 这不仅仅单单的是能不能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于 人类归根结底是以总群的方式延续 而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延续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是在于 如果说第一个人能永生 那么就有第二个人永生 他俩之间会用物理的方式解决对方 互相杀一下就完了嘛 我们刚才讨论的永生 都只是基因层面上的永生 不可能说 我把你这个肉体都消灭干净了 你还永生 这是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就是最麻烦的一个事情 意识永生 就是科幻电影里讲了 你的意识可以下载 这是人家最追求的 这个里边第二个危险 那霍布斯早就讨论过的 人跟人这个冲突是绝对的 第三个是无数人追求的 特别是伟大的这些哲学 孔子啊 等于亚利斯多德啊 要是现在能复制亚利斯多德的 这个一些思维的观念 他到现在不过时啊 那有很多人会愿意啊 人类的共识会愿意啊 那这个将来有什么方法能阻止 或者说我最近出台的 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方法 禁止用算法去做推荐 我觉得就挺好的一步嘛 但我们怎么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要消耗那么多 就你像人类几千天 积累那么多智慧 你看看今天实际上 大家好多都忘了 怎么能保持这种传递 怎么那么多美脑 对啊 这成本太高了 人类的成本太高了 不是 有些事啊 我简直觉得很难相信 但是就是他们觉得可能 比如说马斯克 他们说已经连了 连了一个什么动物 猪 猴子 就是猪 好 你看很多时候啊 文科生说的高兴 我不知道具体上 怎么能做到 说将来真有希望做到 有个接口 他能读取我脑子里的记忆和想法 这是可能的吗 这个做过一些常规的实验 这倒不是马斯克做的了 这个马斯克做的 更多的是把电线和连接 这个倒不难 本身就是生物电的 一个最简单的行为 你是 你能读我的脑电波 我相信 我的思想怎么读啊 他是有这么几个实验 这是真实做了的 就比如说我们知道 有一些电线的患者 我要切除一部分脑白质 嗯 这个过程中要做数中唤醒 就是做手术被你叫起来 那么最近做的实验室 在你要做这个区域 放了很多脑电机 插了很多电机 这个电机机片 然后你不要说话 我问你问题 你用脑子想 然后他把你的数据给输出出来 正确率大概是60%到70%之间 输入速度大概是100%到150个字 英语 英语 就是讲的是英语 但然后以后他就找到规律 知道你的脑子怎么运动 实际上某种程度上 也就是说我们至少是可以把他的语言 如果你想说的话 比如霍金要这个技术 那是蛮好的 他就可以大量的输出了 比如说我们学外语的经常说 你习惯用英语思维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 脑子的思维是用 假如是用语言思维的话 至少语言中枢的这一部分的信号 在一个有10亿人级别使用的语言 上百亿的数据训练级的条件下 可能被证据识别出来 他就能翻译成英语 我说的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阿利 这是发了科学文章的 这事已经做到了 所以你想想这个未来 就是所谓他们说的 因为一直有这么一个科幻 这是科幻世界里的 要是真的那太可怕了 就是像义军刚才说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人会死 一个人你像爱因斯坦那么聪明 就死了也就死了 只能说他的思想永生存 但是假如说将来要是有一天 有人提出这种假说吧 能够下载你的真的大脑的思想 就所谓在这个意义上的不死 数据化不死 那么就意味着 同样是爱因斯坦的一个大脑 他会继续想下去 再给他一百年的时间 再让他整天上网 什么都看看 对吧 那他这个东西积累下来 这个大脑他会 他会发现宇宙的终极真理 都说不准 刘慈欣就写过一个小说 这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说这公司已经有了 在加州 就是说一组程序不断的聊 设计无数的问题来问一岁干啥 二岁干啥 视频什么都有 将来你五代以后的孙子 想见窦老师打个电话 反正我们的很多长辈 不都是活在你同行录里吗 好久都没见了 打个电话 根据你的声音 根据你的记录 可以跟他聊天了 这个公司在美国 已经有开始去成立了 这是一部分 所以当时大家很担心 产生另外一组黑客 我天天删的数据就行了 一直把窦老师删成老年痴呆 就是你的给我钱 要不我把你爷爷的爷爷的数据删掉 这是一个你刚才说的 意识上云的这个过程 这是一个 第二个问题呢 就如你所说的 如果说那个大脑本身 真的 我刚才讲的这个范围 还是在计算的范围 还没到算计 真的到算计了 这是不是人类解决 终极问题的一个方式 换言之 我们可以思考 贝索斯在去 在算太空时候 他讲过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第一次听他这么讲 地球能供养的人类是有限的 且不说这句话对不对 他的基本点 但是太阳系 是可以支持我们有一万亿人的 如果有一万亿人 我就能有一千个爱因斯坦 就可能会是人类这个物种 向深太空去行走 这就是说 这种美国的这种冒险家的精神 也是代表了 我们智人在迁徙过程中 我们当年智人能够从非洲 假如从非洲走 能走到北美 能走到南美去 这也是这种拓张的精神 这两件事情 其实是同等重要的 其实对人性这个物种来讲 他是从这个角度 来从概率认的角度思考 我们还是会出爱因斯坦 就像爱因斯坦的事情 还是有牛顿 还是有加利略 还是有亚里士多德 希克波拉底 毕达哥拉斯 这是一样的 包括我们的柱子百家 您刚刚说爱因斯坦 还不能从基因角度解释 还有什么是不能从基因角度解释 情感的问题到今天为止 几乎都不能用纯基因解释 那能用激素 激素能看见的可能是一种结果 但激素的这种调控 也极其的精准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很多其实做神经生物学的人 都明白一个事实 就人正常死亡的条件下 不是横死 正常死亡的条件下 其实他在临死前 大脑会自己把细胞 大脑的细胞 会把你从生理状态 转成了病理状态 释放大量的四胺酸 五腔四胺 多巴胺 内肥胎 或者类似的物质 什么意思 让你觉得很舒服 让你自己麻醉过去 对 所以我很多人说 有冰死体验 实际上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 有点像我们在高山 比如说爬了珠峰下来以后 出现的短暂的缺氧 所引起的致患 这也是你的大脑 为了帮你不痛苦 在危机的时候 死亡是一种程序 死亡是一种程序 它是写在基因里的 细胞凋亡和人类的死亡 是一种程序 在现在的医学的 比方用基因这些概念之前 哲学家 历代的哲学家 早就有各种探讨 那一般刚才讲的这个爱 和这个恐惧 就是对生命的爱惜 都被解释成本能 就是用本能 就是说这个本能呢 就不是因为道德 不是因为教育 不是因为训练 而是一个 它最简单的讲法 本能就是两种 第一种就是繁殖的本能 那繁殖本能 所以就有喜欢小的东西 爱 包括联名等等 他认为 这个人对自己子女的爱 跟动物对自己小动物的 他认为这个不是交出来的 那这个是本能 生物性 就母亲肯定可以为了孩子 不要自己的生命 对 这也这肯定是DNA吧 这个 其实它是应该是说 既有对后代基因的保护 也有就是利他行为一种保护 这个我觉得还是对的 那也有那不管小孩的肯定也有 其实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在于 其实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他亲生 这事就更复杂了 就是说 即使你自己心理上把他认定救着你的孩子 即使你报错了 你也会救他 这个时候我就不能用基因去解释了 这种情况是有的 养母也有为了自己的孩子不要命的 这就是也是有真理他的 还有这个人就是不知道 这个人就是报错了 但是他就认为是自己的孩子 也有为他不要命的 这些在这么多的科学证据当中都遇到过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是两种结果的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就还是先天和后天 共同决定的行为 就能不能理解 就是说DNA就是人的一种生理性的东西 它的基本运作原则是自立的 您讲的这个问题就有点像说 当我晶体管少的时候 它都对 把DNA猜到元素 猜到这个分子层面上 我们看的头都知道 但是这个东西一旦到一定程度以上 有了神经系统以后 它突然就诞生出了好多智能和我们解释不了的东西 这个问题呢 我们其实做脑科学的有一个悲观派认为 以人的角度研究人脑是永远研究不明的 是 这等于你不能就这 自己的头把自己拽起来 要哥德尔不完美定理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在一个系统内 永远实现所有的要素都自洽 你必须有第三者去观察它 中国过去有个笑话 古代就说这个大力士 楚霸王项羽 说劲儿多大 当着他的重将领 说你看 我能坐在椅子上 把自己给抬起来 哈哈哈 这有点像您打的这个比方 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也是哲学家这么多年 讨论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我们现在从科学上讲是很简单的 现在全世界科学问题 看了很多 实际上就三件事 三件事呢 我们把它叫做两岸一黑三起源 怎么讲 两岸 暗物质暗能量 这是宇宙当中我们看不见 但它就是存在 暗物质暗能量 因为你能看见的都是物质和能量 但是物质和能量一定有它相反 有正数必然有负数 这两个东西不相等 这两个东西不相等 与称不守恒 那么 这个东西我还没有观测到 因为没有工具 但是 数据上 或者说我们经过模拟演练上 它是存在的 这是两个大事 然后一黑是黑洞 黑洞背后是什么 黑洞那个点是不是起点 那个字不念旗 念旗 很奇怪 旗 旗点 旗点的意思就是在那个点上 所有的物理定律都是崩塌的 旗一点 旗一点 不遵循任何的 至少在宇宙大爆炸之前 有没有物理定律 这就是第一推动力 或者说这些 物理学大师 为什么好到最后都有了这种宗教性的感觉 这是物理上所追寻的内容 三起源 宇宙起源 生命起源 最后一个最难 意识起源 如果不解决意识起源 这其他的问题都没用 因为你只有知道意识起源 你才可以去理解之前的两岸一黑 两起源 所以这些东西依赖于意识 都是要有意识 您是这个科学家 我想知道 因为好多科学家 就是说最后有这个宗教性的情怀 我听他们的这种感慨 就是说你越研究 发现这个DNA 它怎么可以这么完美 对 是吧 它怎么 就是人 它怎么可以这么完美 或者一个 哪怕是一个昆虫 甚至有人怀疑说昆虫的基因 是外星来的 说因为看上去 你把一个昆虫放大了看 真的有点 就是它怎么可以那么 那么样的完美 即使最小的昆虫 也比行星复杂很多 对啊 行星可预测 昆虫不可预测 你会不会产生出这种 这是自然形成的吗 好问题 它可以不是在 我们认知的自然内形成的 然而我相信 因为这个问题问到根上 比如说有神吧 我们就可以说 神 人很复杂 所以是有神创的人 那神更复杂 谁又创着神 这个问题在 研究达尔文的 到赫曲里人这个过程中呢 还是理查德德基因斯 写过一本 《盲眼钟表将》 盲眼钟表将 简单来讲 就是说你今天看见的复杂 不是第一天就复杂了 它是经过无数代 不停地修正修正修正 才到了今天复杂的程度 你不能忽略这个过程 尤其是我说的时间 几十亿年 这个过程中 是有可能诞生出 这样美丽的东西了 包括你看欧洲的一个教堂 几百年做成的教堂 那个东西的复杂程度 也不是说我们可以理解的 至少不是一代人可以理解的 这个问题我还问过 那个赫拉利 我就说 我就问他为什么 像牛顿最后是 皈依了这个宗教等等 他认为这个根本不是 不是他研究到那个程度 他认为就是因为他的家庭 就是天主教家庭 他倒反而认为是从小的 或者您说的基因里面的 就是带出来的 他那个家庭浓厚的 这个宗教气氛 他最后他年纪大了 会归于那个气氛 他就不相信 就说真的是 他因为这个东西 他说不可研究 他说我们要怎么 我们在谈论神 在谈论什么神 是决定大的事情 还是小的事情 是决定了我们的 万物的这个运行 但这个他说 我们只是为 叫未知 这个叫未知 我们每一次的科学上的 他是回到了不可之论 对 都把它变 把未知变成这个已知 那么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是渐进的 并不是他一直是这个未知 对 那么如果你说小的事情 来决定 说这个女的要不要戴头巾 男的能不能喝酒 这种小事情 他根本不相信 是神决定的 是人决定的 爱因斯坦实际上 在后期我的自传 写了这样一句话 说我所信仰的上帝 是那个同万物秩序当中 规律性所显示出来的上帝 而不相信那个 于世人的行为 有迁累的上帝 规律性就是上帝 对 他说物理定律就是上帝 就是道嘛 能不能这样 其实就是规律嘛 道 就是道也就是规律嘛 就是什么道嘛 他简单讲 我们经常说 庙里面有个佛像 给佛五块钱 这边就求佛 保我金榜提名 那边说保我上市成功 这边说让我能够做百万 我开玩笑 佛又不是开赌场 我是管不了这个事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不要把宗教信 和宗教混到一起去 对 但是宗教信是一种信仰 信仰这就是个道 只是这个道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历史背景 有不同的阐述的观点 但是对于 大部分的科学家来讲 他信的是有一种规律 即使这个规律 也是互斥的 因为科学必须可被证伪 不可被证伪的事情 就不是科学 严格意义上讲 数学就不是科学 因为数学对的就是对的 哦 数学 是纯逻辑 是纯粹的逻辑 它对的就是对的 我今天说了 在 比如说 就在奥基里的 这个三角形 三个内角 和就是180度 这个东西不可证伪 这不是科学 这是公理 科学一定是 在一定条件下适用的 所以现在在科学界 我们特别反对的 一种观点 就是无神论造神 怎么讲 简单的相信 当下的科学 就是无神论造神 对 这也容易把科学神化 把当前的科学神化 他已经忘了 把第一神化 把第一神化 很多人就说 基因什么都能干 我说不可能 基因能干的事 我说的很清楚 与生俱来 与时俱变 外来侵入 这三个事 我说了算 我基本能看到证据 其他的好的问题 你说这个人 为什么会抑郁 这真的很复杂 这不是一个基因 简单能回答的问题 但是有些人 就变成了基因决定论 基因万能论 或者量子决定论 量子万能论 AI决定论 AI万能论 元宇宙决定论 元宇宙万能论 这都叫无神论 我是身边就有这样的砍爷 那家伙砍的神的 就说我告诉你 你啊 这一辈子 你活多长时间 什么时候得什么病 你甚至说 你会碰见什么人 对吧 一直到你死的时候 是怎么死的 全都写在你的基因里 所以没有一个 绝对的客观的 或者说 对它跌破破的真理 人家说 所有的这个学科 其实都有 个人的因素在里面 如果分一个光谱 个人因素 最多的是历史 对 最少的是物理 差不多 可以这样讲 因为至少从 19世纪下半程以来 科学每过20年 知识量就翻一倍 现在这个速度 每10年就翻一倍 所以这种科学的 复杂性的提升 使得大部分 已经跟不上 科学的复杂 并没有让大家 减少了迷信 反而因为科学的复杂 让大家更加的持 对各种阴谋论 所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兴趣 因为阴谋论简单的 就是我们反倒有的时候 我们这个外行人 提出的一个问题啊 反正打中了一个关键 永远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 没事 这个技术 比如说已经10年了 已经20年了 已经30年了 那40年呢 比如说相信科学的人 他就会非常确定 就这个没有问题 比如说药品 咱们就说美国FDA 那FDA通过的药品 那就是可以的药品 那就是 这就是科学 就认知到这个了 所以你就可以吃了 但是永远也有人 就是说 那你怎么知道呢 在呼唤一个绝对 要证明绝对安全 在无限远的将来 甚至说你说基因 现在就用的基因疗法 基因疗法 我跟你说 是未来的一个福音 好多这个遗传病 对吧 罕见的这个病 包括疫苗 我们MRA 就是合成了一段基因 然后打进去 但是它模拟了病毒 对 让人类最直接的 习服的 如何去抵御一种病毒 包括未来的肿瘤治疗 基因疗法的前途 是很广阔的 所以这个就涉及到 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 我们科学家 只能是按照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认知的这个程度 但是科学也说了 我永远等待政委啊 是 那么会不会今天 我们在科学方面 比如说在基因方面 我们采取的某种疗法 将来突然发现 就所谓这个黑天鹅 没错 100个都没事 100个都好使 第101个出事了 所以我一直问他们 我说这个 有什么可能的大的危险 政委是不是就等于说 摸到一个边界了 政委是在于 其实这个 在理论物理上 不是有经常两个 有意思的段子吗 其中第一个段子就是说 就所谓的一个神枪手 每个十厘米打一个洞 然后有一个二维的生物 去看这十厘米的洞 他就认为 十厘米就有一个洞 它不再当是一个定律了